看的是超級電視台 一般來講有些市售的這些酵素 其實它不是你想像中的那個酵素 它真的可能有幫助的成分 就像剛剛林醫師講的 就是它們的蔬菜的分解液裡面 會有一些所謂寡糖類的東西 就是它把那個東西切得比較短 它不是單糖 是寡糖 這些寡糖它一個作用是什麼 它剛好是你體內裡面 所以你喝下去這些東西 它會有兩個用途 一個用途是 就讓你體內的好菌增生 剛剛林醫師有講 有研究發現 這些好菌如果比較多的時候 它可以改 可能對腸道生有一些幫助 可是第二個部分是 它即便很妙 它有時候即便它自己不去養好菌 這個東西它也會促進一些腸胃蠕動 甚至最妙的是什麼 不能吃太多 它們發現寡糖如果過量的時候 因為你體內是難消化 它一直到大腸末端 有一些菌去消化它 所以有些人反而會附一些的更嚴重 就是果糖過量的時候 其實這個菌 大家不要說益生菌有幫助 對什麼都有幫助 不是這樣 益生菌要分種類 分齊菌 筆灰多菌好多種 我剛剛特別強調是嬰兒型的 那種筆灰多菌才在臨床試驗上初步好處 不是說我來隨便吃益生菌都可以 不是這樣 那像是那種是我們叫Pibiotic 就是說你到胃腸去的寡糖 讓這些各式各樣菌都長出來 有的有幫助 但是有的可能有害處 就跟有人現在用益生菌來增減肥加重 減肥一樣 但是其實他們去做研究發現 有些益生菌反而會讓你變胖 不是減肥 所以事實上這種益生菌 你還要分種類很清楚 對 對 我知道的是針灑那種的 對 有可能 實在有缸還滿大的 所以如果益生菌吃對的話 它是可以幫忙預防 其實吃蔬果也可以預防 因為蔬果裡面也有很多寡糖 了解 像你如果牛磅類的 然後煮一些黃豆類的 洋蔥 這些都有滿多的果果糖 其實你平常吃 而且它也多一個纖維素 對 它可以讓你這個 腹瀉型可以增緩 但是要慢慢來 因為它們很敏感 你一直吃多 完了脹得更厲害 是 對 更辛苦 就慢慢增加 慢慢增加 這樣會改善 改變生活型態 它裡面有很多人去做研究 好像各式各樣的都有幫助 只是說 我可能適用各式各樣的人 來緩解他們的壓力 還是可以緩解他們的症狀 不一定適用每個人 那像中醫說效果會滿不錯的 所以像我們腸造症 不舒服 可以按什麼穴道嗎 還是可以喝個什麼 來做一個改善 其實我們可以用 就是很簡單的 就是這個是橙皮 橙皮就是那個 柑橘類的那個皮 它就是我剛剛講說 都是跟肝有關 肝氣鬱解 所以這個是疏肝禮氣用的 那這個的話就是淮山藥 那個山藥大家都知道 是常見我們的皮胃 它是顧皮健胃用的 然後這是肝草跟我們的板燒 這兩個的話 它其實在中藥上用途 它是可以放鬆我們的那個平滑肌 我覺得它有些胃痛 或是那種腸胃收縮很快的這種 它就是幫它 就一個那個揉肝環筋 就是讓你的肝比較放鬆 肌肉比較放鬆 它就不會這麼緊張 這是針對像腹瀉型的人 像你的胯 橙皮可以用2000 然後那個山藥的話用3000 那甘草跟白燒你都用2000 然後用水煮 還有1000cc的水煮 這個可以大概煮20到30分鐘 就可以把它當成 你平常的保健的一個茶飲 當水喝就對了 對 這個會 你就把它當茶來喝 它味道也還不錯 然後那穴道 穴道的部分的話 那可能需要一隻腳來做施展 一隻腳 這邊腳很多 來 男生 這個腳夠了 就漂亮 男人都有兩隻腳 對 她就這樣 對 她就這樣 對 她就這樣 而且她就有這個頭痛的 美腿 就是我們腳上面有一個竹山裡穴 它的位置就是我們這個膝蓋的地方 膝蓋這邊有一個像小牛的鼻子 我們叫毒鼻 然後你放四個手指頭 好 四個手指頭下緣這個地方 然後在筋骨旁邊一個大拇指 這個地方就是我們的竹山裡 有點痠 有點痠 這個地方很痠 對 它其實平常像一些腸胃功能不好的人 便秘 腫氣 胃不舒服 它都可以按這個穴道 它是我們那個保養腸胃的一個大穴 它對於提高免疫力的效果也很好 提高免疫力 所以只要是消化系統方面的保養都可以嗎 腸胃系統的 對 只要是腸胃系統的 胃不舒服 胃痛 胃脹 其實都可以多按牙 便秘 腹瀉都可以 你現在在幹嘛 我看看還有那個穴道 幫忙服務就對了 你在瞎按什麼 你根本沒按到地方 對啊 這裡啦 天啊 嗯 你也不怕痠啊 不痠喔 就很舒服啦 你去給人家抓龍抓那麼重啊 我覺得這個痠是很舒服的痠 下一位 下一位 走開 所以平常保養都可以 那真的不舒服的時候按這裡也可以緩解 也可以緩解 或是像我們平常在針灸一些腸胃的穴道 像剛剛那個民主人有講 說針灸其實也會用這個穴位來做調理這樣子 那如果突然超想拉肚子 又繳不到廁所的時候可以按什麼穴嗎 對 有嗎 那就趕快 那可能真的要忍住 拿一個木塞 這很怕痠 腸道症剛剛在講 他們實際上會肚子很痛會什麼對不對 很多人拉到不想拉的時候怎麼辦 吃個止痛藥 看能不能把它給止住不要痛 那個其實是不好的 對 但是應該是吃這個腸精卵的藥 抗精卵的藥 抗精卵的藥 那個有幫助螃蟹就對了 但是還是要看醫生 所以這個腹部其實裡面 你看從我們以前介紹到現在 裡面有很多隱藏性的 我們不知道的 到底什麼樣狀況的一些疾病或疼痛 所以一定要找醫生 對症下藥比較好 另外我們節目有辦一個活動 要告訴大家 就是一年的總驗收 總整理 舉行了白米大會考的活動 只要在我們的活動網頁 答對我們的實體的題目 就有機會可以拿到大獎 你可以跑到這個白米終點 拿到的大獎是什麼呢 氣炸鍋 另外還有薄米要送給大家 歡迎大家在我們的活動網頁 來做進一步的搜尋 對 你看為什麼 我們要對大家這麼好呢 還不是怕你們得到長照症 所以生活放輕鬆一點 步調放慢一點 心情壓力紓解一下 不是很好嗎 對 謝謝大家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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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在這製作當中 鎖光炎尿到發炎 大概至少一次到兩次 對啊 不想尿也不舒服 尿的時候尿經過那個缸口 你也不舒服 對 不積極自己的話 萬一功能沒有辦法恢復 以後的生功能可能 又更能會要洗身 明天晚上八點 請你跟我這樣做 給新手爸媽最有效的交戰守則 將來如果他就放棄了 跟別人的社交 他就是比較負責 給愛美的你最簡單快速的 受傷絕招 就看到恐怖了 Ruby Ruby這樣刮杯 對你的醫院一直健康吧 我夠完的熱量啊 因為比那一碗燙的熱量 還要多兩倍以上 哇 淡堂 兩性和親子之間的 情緒感受 這地方剛剛參加婆婆 那一位都是平臉出來的 這個令超級健康第一品牌 週一到週四晚上八點鐘 請你跟我這樣過 接下來播出